蔡根坛 清课本 修身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像金子和美玉一样珍贵的人 那么你必须经历烈火的考验 如果你想做出震撼人心的伟大事业 那么你必须先在薄冰上走过 一个错误的念头 就能让你觉得所有的行为都是错的 你必须像带着救生圈过海一样小心 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只有做到万善圆满 你的一生才能无愧于心 在忙碌的时候 你应该先在闲暇时反思 这样你就不会做错事 在行动之前 你应该先在静心中思考 这样你的心就不会乱了 如果做好事却想借此高人一等 施恩却想换取名声和人缘 修行却想惊世骇俗 坚守原则却想显得与众不同 这些都是善念中的隐患 正确道路上的绊脚石 这些隐患很容易混入 却很难去除 只有当你彻底清楚这些杂志 斩断这些不良的初衷 你才能看到自己真正的本质 能够看但财富和地位 却还是无法完全去除对他们的执念 能构中世名欲和正义 但又过于执着于这种重视 这就像是事物表面的尘埃被清扫了 但心中的小石子还未被忘却 如果这里不彻底清理 恐怕就像是石头被移走了 但杂草又会重新生长 繁华的世界会让你的心变得狭窄 而过于寂寞的环境 也会让你的心变得干燥 所以你应该让自己的心保持平静 这样你才能真正了解自己 你不能执着于过去的错误 也不能执着于现在的成功 过去的错误会让你一直纠缠不清 而现在的成功 也会让你失去真正的自我 没有事的时候 会不会心生各种杂念 有事在身 会不会带着粗俗的心态 得意洋洋时 会不会表现出傲慢的言辞和神情 时已时 会不会心生怨恨和失望 时时刻刻都要自我解释 只有从多变少 从有变无 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学问的精髓 是人若有不屈不挠的真心 才能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巧妙应用 无论是立业还是建功 都要脚踏实地 一旦追求虚名 就会变成假象 谈到修道和培养品德 每一个念头都应该建立在虚无之上 一旦计较功效 就会陷入世俗的情感中 身体不应该过于忙碌 但在闲暇时也应该保持警觉 心灵不应该过于放纵 但在收射后也应该保持开放 中古本是空洞的 却因为要发出声音而被敲打 迷路喜爱自由 却因为被饲养而受到束缚 由此可见 追求名声会招来祸患 贪恋欲望会分散精神 追求知识的人 应该努力去清除这些障碍 一个念头时刻保持清醒 才能避开那些隐藏的危险和陷阱 保持自己不受世俗尘埃的影响 才能解脱那些 看似无法逃脱的困境和束缚 一点怜悯之心 就是万物和人们生存的起源 一点不屈的气节 就是支撑整个天地的基石 因此 君子对于一只小虫或一只蚂蚁 都不忍心伤害 对于一丝一毫的利益也不会贪婪 这样 他就能为万物利命 为天地利心 扫除世俗的烦恼 心中自然不再有激烈的情感 和冷漠的竞争 消除内心的小气和偏见 你会发现 生活中总有美好的事物 如月亮的升旗 和风的吹拂 追求知识的人 在行动和静止 喧闹和寂静中有不同的修养和趣味 如果还是感到混乱 那只是因为修炼还不够成熟 必须要有恒心和耐心 就像在平静的云水中 可以看到鸳鸟飞翔和鱼儿跳跃的景象 即使在风雨交加的地方 也能看到波平如镜的风光 这才能体会到万物一体的奥妙 心就像一颗明珠 如果被雾雨所遮蔽 就像明珠被泥沙污染 清洗起来还相对容易 但如果被情感和知识所装饰 就像明珠被金银所包裹 那么清洗就变得极为困难 因此 追求知识的人 不怕被外在的污垢所影响 反而更担心那些看似纯洁 但实则难以去除的障碍 不是害怕实际的困扰 而是更害怕那些看似合理 但实则难以消除的障碍 身体这个我 如果能看破它的虚幻 那么一切都会变得空洞 心也会变得永远空虚 在这重虚空中 正义和真理自然会进入 而对于生命这个我 如果能认识到它的真实本质 那么一切的道理 都会自然而然地具备 心也会变得永远充实 在这种充实中 物质的欲望就无法进入 所以看破了身体 心就会变得空虚 而这种空虚正是一里的居所 认识了生命 心就会变得充实 而这种充实 就会阻挡物欲的侵入 只有当你从脸上 扫去所有的伪装 你的眼神才会显得真诚 只有当你从心中 清除所有的杂念 你的话语才会有分量 只有当你完全了解 自己的内心 你才能真正谈论心灵 只有当你完全掌握 世俗的规则 你才能真正谈论 超越世俗 如果我是一座大熔炉 那么没有任何硬金石铁 是我融化不了的 如果我是一条巨大的河流 那么没有任何污染 是我容纳不了的 白天做了坏事 晚上也逃不过良心的谴责 年轻时追求虚荣 老了只会留下遗憾 如果用积累财富的心态 去积累学问 用追求名声的念头 去追求道德 用爱妻子的心 去爱父母 用保住爵位的策略 去保护国家 那么从这一点到那一点 思考的差距只是一点点 但人的品格 就会有天壤之别 甚至能超凡入胜 人们为什么不立刻 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呢 想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基础 只需一个慈祥的念头 想要开启善良的大门 无需过多的付出 只有当你封闭了物欲的通道 你才能真正开启道义的大门 只有当你超越了世俗的束缚 你才能真正承担起圣贤的责任 能够容忍自己性格上的小缺点 这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 能够消除家庭内部的矛盾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从别人的话中领悟势力 总有一天会迷失 从外界获得快乐 总有一天会失去 只有自己找到答案 才能真正安心 情感和本性是相互依存的 如果剥离了情感 本性就无法显现 同样地 欲望和理性也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去掉了欲望 理性就无法明确 因此 君子不会试图消灭情感 而是会努力去平衡和管理他 他也不会是突厥出欲望 而是会努力去截止和控制他 如果你想在变故发生时 保持冷静 你必须在平时就保持警觉 如果你想在临终时 不感到后悔 你必须在有生之年 就看淡一切 一个疏忽的念头 足以毁掉一生的善行 即使你一生都在小心翼翼 也难以弥补一次的失误 在黎明的枕席上 当一切还未醒来 气息未动 情感未盟 那时你才能看见 自己最真实的面貌 而在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 当你在饮食中 体验世俗的滋味 不因浓郁而过度喜悦 也不因淡泊而感到厌倦 这才是真正实用的修炼 应酬 修养自身 必须有真实的主宰 没有这个真实的主宰 一遇到问题就会崩溃 怎能成为支撑天地的基石呢 在应对事物时 必须有灵活的机制 没有这种灵活的机制 一接触到事物就会遇到阻碍 怎能达到让事情翻转的巧妙安排呢 作为一个有品德的人 在与人交往时 不能轻易地表露喜怒 否则你的内心会被人看穿 在对待事物时 也不能过于偏爱或厌恶 否则你的情感会被事物牵制 如果你依赖自己的才华来玩弄世界 你必须小心背后的暗箭 如果你用虚伪的外表来欺骗人 你必须小心面前的揭露 心灵清澈透明 常处于明镜止水的状态 那么是间自然没有令人厌恶的事情 心境平和 像阳光和微风一样自在 那么是间自然没有令人讨厌的人 在面对是非 邪正的交错时 不能稍有妥协 一旦妥协 就会失去正确的判断 而在遇到厉害 得失的情况下 也不应过于明确划分 过于明确就会激起私心和偏见 苍蝇跟随千里马 虽然能飞得快 但终究难以摆脱 跟在后面的尴尬 罗鸟依附于松树 虽然能爬得高 但总免不了仰望和依赖的尴尬 因此 君子宁愿用风霜来磨练自己 也不愿意因为依附于他人 而得到便利 如果对好与丑的评价 太过明确 那么事物就难以与你产生共鸣 如果对贤与鱼的看法太过明确 那么人们就不会亲近你 使君子应该内心精明 但外表朴实 这样才能让好与丑 都能达到平衡 让贤与鱼都能从你身上获得益处 这才是真正成熟的德行 那些以观察为手段来追求明智的人 常常因过于明确而走向模糊 所以君子会以平静来养成智慧 那些以急促行动来追求速度的人 往往因过于急躁而变得迟缓 所以君子会以稳重来掌握轻快 使君子在助人礼物时 应该注重实质而非明生 过于追求明生会损害自己的德行 同样的 士大夫在为国家和人民担忧时 应该注重内心的真诚 而不是过多的言辞 过多的言辞会导致自己的毁欲 面对大事时 如果过于保守 那么在小事上就容易松懈 在公众场合 如果过于修饰 那么在私下就容易放纵 君子会保持一贯的态度和原则 不论是面对大事还是小事 都会如临大敌般谨慎 不论是在公开场合 还是私密空间 都会如做针毡般自律 给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不让人在背后说坏话 让人在初次见面时 感到愉快固然好 但更好的是 让人在长时间相处后 仍然不会厌倦 善于启发他人的人 会从对方已经了解的事物入手 而不会强迫对方 接受自己的观点 善于改变环境的人 会从容易改变的地方开始 而不会轻易尝试 改变困难的事物 如果你像彩笔在空中描绘一样 不留下任何痕迹 也不受到任何影响 或者像利刀割水一样 不损坏自己 也不留下痕迹 那么你在面对世界时 就能达到心境与外界的和谐 控制自己的情欲 不应该过度放纵 关键在于忍耐 而处理他人的情欲 也不应过度压抑 关键在于宽容 但现在的人们 常常用宽容来满足自己 用忍耐来控制他人 这是不应该的 真正的明智在于察觉 而是知道何时该察觉 何时不该察觉 真正的勇气 不是必须赢的一切 而是知道何时该赢 何时不该赢 在变化的时代里 能够适时地解决问题 就像和风能消除枯数 在混乱的世俗中 能保持自己的本色 就像淡月能照亮清云 如果你想在世界里有所作为 你必须先了解 超越这个世界的事物 否则你将无法摆脱 世俗的污染 如果你想超脱这个世界 你必须先了解 这个世界的一切 否则你将无法 真正达到超脱 与人相处 不如一开始就难以亲近 而不是最后变的疏远 处理事情 不如一开始就保持谨慎 而不是最后变的狡猾 严重的灾祸 往往来自于不重视细节的人 伟大的成就 常常因为忽视小事而失败 所以有句话说 每个人都说他是好人 但要小心那一个不是 每件事都有其价值 但要小心那一件不完整 如果你从结果的角度 去看待名利和财富 你会发现自己对他们的渴望 会自然减少 如果你从起点的角度 去看待困苦和贫穷 你会发现自己的怨恨和不满 会自然消失 在这个世界里 你需要有承担的能力 但也需要知道如何放手 如果你不承担 你就没有事业 如果你不放手 你就没有超越的可能 在对待人们时 留一些余地 不要过度施恩或表达礼貌 这样你可以维持长久的人际关系 在处理事情时 也留一些余地 不要过度展示你的材质 这样你可以应对未知的变数 了解自己的心 就能了解所有的事 就像拔掉根 就能阻止草的生长 逃避世界 但不能逃避名声 就像蚊子会聚集在有臭味的地方 来自敌人的攻击容易防范 但来自亲友的背叛 却难以预防 逃避困苦的情况相对容易 但摆脱舒适环境中的陷阱 却更为困难 如果你身上散发出恶臭 赢锐会聚集 如果你身上有芳香 风蝶会来访 因此 君子不会做坏事 也不会过于追求名声 只要保持内在的平和 不露锐气 就能在这个世界上 找到一个安稳的栖息地 从宁静中观察外界的喧嚣 从闲侠中看待他人的盲目 这样你才能体会到 超越世俗的乐趣 在忙碌中找到闲暇 在喧哗中找到宁静 这样你才能安身立命 赢得众人的喜爱 不如化解一个人的怨恨 追求众多事物的荣耀 不如避免一件事的耻辱 过于冷漠的人 难以亲近 也难以疏远 过于热情的人 容易亲近 但也容易失去 因此 君子宁愿用刚之来迎的尊重 而不是用奉承来取悦他人 你的义气 应与世界同步 就像春风激励万物一样 不应有任何隔阂 你的真心 应与世界相应 就像秋月照亮一切一样 不应有任何模糊 即使在仕途上 有着耀眼的成就 如果经常想到 山林间的简单生活 对权力的渴望 自然会减少 即使在繁华的世界中 如果经常想到 泉水边的宁静 对物质的追求 也会变得淡然 不是在红艳海未到来时 就慌忙拉弓 也不是在兔子 已经逃走后 才呼喊射箭 这些都不是应对 当下的正确方式 真正的高手 是能在风平浪静时 不激起波涛 并能在到达岸边的时候 适时地离开船 这才是真正掌握了 时机和节奏的表现 在热闹的场合中 说出几句冷静的话 就能消除无穷的敌意 在不起眼的地方 用一点真心 就能培养出 许多好的机会 随着缘分而行 就像蝴蝶与飞花共舞 自然而然地 适应各种情景 顺应事情发展 就像满月与水面共远 自然而然地没有麻烦 对于淡泊的心态 必须在繁华和浓艳的场合中 去考验 对于镇定的性格 也需要在纷乱和复杂的 环境中去观察 如果你的心态和行为 还没有定性 还没有达到圆满的境地 那么一旦面对重要的场合或挑战 即便是高尚的禅师 也可能一下子变成庸俗之人 连结是为了避免贪婪 如果我本身就不贪婪 又何须刻意强调自己的连结 以引来贪婪之人的侧目呢 让步是为了避免争斗 如果我本身就不好争斗 又何须特地设立一个让步的标签 以招来暴力之人的威胁呢 在平常无事的时候 也要像有事那样提防 这样才能避免意外 在有事发生的时候 也要像无事那样镇定 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如果你想让人感激你 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给他们带来困扰 如果你想帮助人 最好的机会就是帮他们解决问题 如果你能像泰山一样稳固 则很少会遭受批评 如果你能像流水一样自在 则常会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君子严肃但不亦亲近 就像一块硬石 人们会对其保持警戒 小人却是滑溜溜的 容易让人亲近 但往往会带来麻烦 面对事情只要保持镇定 即使情况再乱 最终也会有条不紊 对待人只要真诚 即使对方再狡猾 也会自己表现诚意 如果你的心胸 像春风一样温暖 即使一无所有 也会受到人们的爱戴 如果你的气质像秋水一样清澈 即使家贫如洗 也会赢得人们的尊敬 取得人世上的便利 往往会遭到天道的惩罚 贪求世俗的好处 终将损害自己的本性 在涉事之中 我们应该谨慎选择 不要因贪图小利而陷入大难 或为了一时的得失 而忽略长远的价值 花费大量金钱 许结交名人和豪侠 不如用一点点食物 去帮助那些饥饿的人 建造豪华的大厦来招待宾客 不如修缮简单的房屋 以庇护那些孤寒无一的人 对于好斗的人 用威吓来平息他们的怒气 对于贪婪的人 用诱惑来淡化他们的贪心 这就是因时利倒 也是一种应变的方法 赎回别人的恩惠 不如自己行善 更为可贵 忍受羞辱 不如避免怨恨 更为高尚 追求名誉 不如避免名声 更为失当 做作不如真诚 更为真实 对于即将失败的事情 就像驾驶临崖边的马 不要轻易催促 对于即将成功的事情 就像拉着即将上岸的船 不要轻易停下 如果你是一个有见识的人 不要在权贵面前过于轻浮 如果你有真正的朋友 不要轻易放弃他们 杨修因为过于炫耀自己的才华 而被曹操杀害 唯但因为过于隐藏自己的美德 而遭到攻击 因此智者会隐藏自己的才华 而真正伟大的人会低调行善 年轻人的问题 通常不是缺乏活力 而是过于冲动 容易变得鲁莽 因此 他们需要学会 控制自己的及早心情 相对的 成熟的人 则不是缺乏眼睛 而是过于谨慎 容易变得消极 因此 他们需要激发自己的积极性 得到社会上的重视 不如得到亲友的真心 拥有众多朋友 不如拥有亲人的信任 舌头经常比牙齿更长手 这说明 柔弱最终会战胜刚强 门扇往往比门轴更耐用 这说明元荣 最终会战胜偏执 平易 事物再大 如天地日月 也能被人的心胸和眼界所包容 就像杜福所说的 日月龙中鸟 乾坤水上瓶 同样 即使是重大的社会事件 如伊训和珍珠 也能被简单地概括 邵庸说过 唐于伊训三杯酒 唐五珍珠一举起 如果人能有这样的胸襟和眼界 能够包容世界的一切 那么无论是上古还是当下 无论事情多么复杂多变 都能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面对来世 就像水流入大海 不留痕迹 事情过去 就像影子消失在长空 不留以尘 这样的人 即使面对万变的世事 也能保持内心的平和 君子如果过于追求名誉 就容易萌生欺骗他人的念头 而小人追求名誉 则更可能因此而害怕人们的评价 因此 如果每个人都过度追求名誉 那么诈尾和伪善就会泛滥 反过来说 如果人们不再过度看重名誉 那么做善事的动机也就消失了 这众对追求名誉的批评 应该主要针对君子 而不是过度要求小人 恶行往往隐藏在柔和的表面之下 就像珍藏在棉花里一样 智者必须提防 仇恨常常源于爱情 就像蜜糖涂在刀尖上一样 有见识的人应该远离他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 我们不能随着外界环境而改变自己的本性 就像烈火能炼金 但清风仍然平静 严霜虽然杀死万物 但和气依然矮然 阴霾虽然遮蔽天空 但智慧之光仍然明亮 红涛虽然翻滚海面 但坚固的柱子依然屹立不道 这才是真正的人格 爱是一切缘分的根本 但我们必须懂得如何割舍 因为过度的爱会让我们失去自我 陷入情感的泥沼 同样 知识或实践是所有欲望的源头 我们必须努力去清除它 因为过多的知识和实践 会让我们变得贪婪和自私 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要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不能有任何做作的心态 要适应这个世界 也不能有任何迎合的念头 宁愿被人批评 为过于追求完美 也不要因为过度情感而受到赞美 宁愿遭受不应得的灾祸 也不要得到不应得的福气 诽谤他人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你被诽谤 那么这是一个反思和提升自己的机会 欺骗他人也不会带来真正的福气 但如果你被欺骗 那么这是一个增长智慧和转活未复的机会 梦中的一切都可能看似真实 但醒来后都是虚假的 闲聊中的话也可能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实际应用实确可能不适用 当好运来临 不必过度高兴 因为这可能是一种试炼 看你是否能够谦虚地接受 太过于自慢和骄傲 往往会导致失败和灾难 反之 当不幸发生 也不必过度担忧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提醒 看你是否能够智慧地应对 荣耀和耻辱是共生的 如果你不想受到耻辱 就不应该追求荣耀 生和死也是共生的 如果你贪恋生命 那么你就不需要害怕死亡 如果你做人一直保持真诚 即使你试图隐藏 你的真实自我还是会显露出来 如果你的心里有一丝不纯洁的念头 即使你做的事情看似公正 实际上还是会带有私心 鸟鸟占据一个树枝 却嘲笑大鹏鸟的野心过大 兔子挖了三个洞 却嘲笑鹤鸟筑巢过高 这说明了 智慧有限的人不应该去计划大事 追求低俗的人也不适合谈论高尚的事物 即使在贫穷和低贱的环境中 有些人依然会表现出一种骄傲和自信 这种骄傲虽然有些过度 但至少还带有一些狭气和真诚 相对的 那些自认为是英雄的人 却常常以欺骗和伪装来面对世界 他们的行为看似豪放 实则全无真心 九糟和米糠难道不是为了把猪养肥吗 鱼卫神魔会贪吃钩子上的耳呢 华丽的锦绣 怎么会因为祭祀用的牛而变得贵重 又有谁能理解龙中用鸟的感受呢 秦书实话 对于有见识的人来说 是一种养性灵的工具 但对于庸俗的人 却只是一种外在的装饰 他们只看到了表面 而没有深入其内涵 同样地 山川云雾对于有智慧的人 是一种扩充学识和事业的方式 但对于一般人来说 却只是一种观赏和娱乐的对象 只说明了 事物本身没有固定的价值 它的价值取决于观察 他的人的眼光和理解 因此 当我们读书或者学习任何事物的时候 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累积知识 更重要的是 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事物本质的眼光和趣味 美女不需要化妆来增加魅力 就像淡雅的梅花不需要艳丽的月光来衬托 缠湿不会陷入空击 就像清澈的湖水自然会孕育出清廉 廉洁的官吏常常会因过于清廉而失去后路 因为他们过于坚守原则 相反 愚蠢的人往往能够享受幸福 因为他们过于单纯 因此 君子虽然应该重视廉洁的品质 但也不应该过于坚持纯洁而排斥一切购物 同时 虽然应该戒除愚昧和顽固 但也不必过于聪明和洞察 以至于变得过于狡猾 当事情处理得过于紧密 人的精神会感到压抑 而当事情处理得较为宽松 人的本性就会自然流露出来 这种特质 并不仅局限在诗文的表现上 而是反映在人的性格中 我发现 那些过于技巧的人 往往失去了纯真 而那些放纵自我的人 却保持着真实性格 人生的起伏也因此而定 翠绿的竹子 屹立于严寒的霜中 节操虽然高高挂起 却无损它的雅致风采 红色的荷花优美的 骄养在秋水中 它的色彩虽然鲜艳美丽 却不减它的纯洁和内脸之美 贫穷的困难不在于保持节操 而在于如何处理情感 富贵的困难不在于推却恩惠 而在于如何保持礼貌 那些身居高位 一贯华丽的人 往往不如那些孤寒贫苦 但能坚守原则 忠于职守的人 那些在朝廷上有权有势的人 往往不如那些生活在山野 能够明察势力的人 为实磨捺 前者常因华丽而损害志向 而后者则因淡薄而保持真诚 荣耀和耻辱总是相拔而来 所以不必过于自满 困穷和福气也总是相拔而来 所以不必过于忧虑 古人在闲暇时充实了一生 而现代人却在忙碌中虚度了一生 这都是因为过于追求虚幻和妄想 对于真实的自我和真正的法则 都没有深入的了解 知草虽美但没有根 理虽美但没有缘 有志知识应该要有勇气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奋力向前 采云中一散去 流离一岁 有智慧的人应当及早回头 年轻人在做事实 总是过于轻率 就像在水中游泳的鸭子 怎能飞上云霄 而年老的人总是过于沉重 就像被束缚在车轴下的马 怎能挣脱束缚 如果藩纸扬起五分 船就能稳定 如果水纸注入五分 器敏就能保持稳定 就像韩信因为过于勇猛而被擒 陆继因为财民官士而被杀 霍光因为权势过大而逼军 石崇因为财富过多尔敌国 他们都是因为过度而导致失败 少庸说 饮酒莫叫成名鼎 砍花甚物至梨皮 这是有深意的话 依附全尸的人 就像寄生植物依附在树木上 当树木被砍伐时 寄生植物也会枯萎 追求私利的人 就像蚊虫吸血害人 当人死亡时 蚊虫也会灭亡 一开始是以仗权势伤害他人 最终是被权势所害 权势和私利的害处 正是如此啊 心情因为过度失酒 而像是失血一样 这是值得嘲笑的 而燕子则是在账目上筑巢 寻找一个偷得的安慰 这是令人感到可怜的 以致贺毒自立于鸡群之中 可称为超越繁俗 但是当他仰望大海中的居棚时 会觉得自己显得渺小 再进一步 当他看到九霄中的凤凰时 则差距更是不可比拟 因此 真正的贤者长如同虚空般 他们的崇高品德 多不自夸不自满 那些贪心的人 总是追逐受累 而望了泰山就在前方 射击黄雀而忽略了 身后深井的存在 那些疑心重的人 看到酒杯里 彭腐有功的影子 便惊恐地怀疑 是蛇掉进了杯子 听到他人的言语 便相信是场上有虎 当心灵偏于极端 就会看到有而实际上没有 创造虚假而非真实 如此一来 内心将被妄念所困扰 鹅扑向火 火焚烧鹅 这说明祸患总有其根源 果实来自花朵 花朵来自果实 这说明福气也有其因果 车子在险峻的道路上竞速 马在前面挥鞭 最终都会导致失败 积累大量的粮食和金钱 可是人到死时 还是两手空空 什么也带不走 花朵在春天盛开 但一场雨 一场风就会让他凋谢 竹子则能在双血中保持坚韧 显得更为高雅 富贵是无情的 如果你过于看重他 他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 贫穷则是长久的朋友 如果你善待他 他会给你更多的回报 因此 那些贪恋财富和地位的人 最终会遭到惩罚 而那些乐于简单生活的人 则会得到长久的赞誉 鸽子讨厌铃声而高飞 却不知收起翅膀 铃声自然停止 人们讨厌自己的影子 而急忙奔跑 却不知站在阴影处 影子就会自行消散 因此 愚蠢的人 总是匆匆忙忙地 追逐高飞的梦想 却在平地上陷入困境 智者懂得躲避阳光 像鸽子收银一样 就算在崎岖的山路上 也能走得坦然 秋天的虫和春天的鸟 都享受着天命 何必多此一举感受悲喜 老树和新花都充满着生气 为食魔要轻易分辨 丑陋和美丽呢 多种桃树和礼树 少种荆棘 这是为自己铺平一条浮起之路 如果不读书学习 只顾积攒财富 那就是再为自己 筑起一座灾祸之机 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 没有所谓的成功或失败 也没有所谓的我和你 人们因为迷失在真实和虚假之间 自己在平坦的路上设下障碍 自己在空洞的地方筑起墙壁 这凌人深思 大聪明的人在小事上可能会忽略细节 而大懵懂的人却可能更加细心地观察小事 思察小事确实是理解事物的基础 而朦胧则是聪明的表现 伟大的志向和行动经常出自那些悠闲和镇定的人 他们不需要过于盲目 而那些真正富有的家庭 经常是那些宽容和厚道的人 他们不需要过于小心翼翼 那些即使贫穷也愿意帮助他人的人 才是真正拥有善良本性的人 那些即使在喧嚣的环境中也能学习和修行的人 才是真正具有高超技巧的人 当人们被欲望所困扰时 就像被绳索束缚的马牛 或是像被鹰犬严格训练的动物 失去了自由 但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内心的清明和淡然 不受欲望的控制 那么即使是天地、鬼神 以及一切世俗事物也无法左右他 贪婪使人虽然在物质上可能变得富有 但内心却贫乏 而懂得知足的人 即使物质上相对贫困 内心仍然充实和丰富 居高之人可能享受着物质上的舒适 但他们的精神 可能因为处于压力和忙碌的环境中而感到疲劳 相反 处在较低地位的人 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力 但他们的心灵可以保持平静和宁静 谁得到了 谁失去了 谁是幻影 谁是真实 明智的人应该自己去辨别 绝大多数的人当初在顺境时会感到快乐 但君子却能在逆境中找到快乐 一般人可能因为事情不如意而感到烦恼 而君子却会在快乐的时刻产生忧虑 这是因为一般人的优乐是基于情感 而君子的优乐则是基于理性 谢暴虽然负面 仍然知道自己应感到愧疚 唐鼠虽然异常 仍然知道自己应感到懊悔 因为愧疚和懊悔这两个词语 是我们走向改善修正错误的途径 也是从失败中重新振作的方法 如果人生中缺少这样的思考 那么就像已经死去的冷灰 或是干枯的枯木 再也难以找到生机了 那么我们应该在哪里寻找生命的意义呢 不同凡响的珍宝和稀释奇珍 都是人们争相争博的物品 奇特的行为和非凡的事迹 常常会带来不相知名声 总之 不如平凡地过着平和的生活 简朴地处事 这样才能实现天地之间的和谐 享受人们和平的福祉 福气和善行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它们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和休息之中 深藏在我们的内心 同样 灾祸和淫欲也不是来自遥远的地方 它们就在我们日常行为和言语之间 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灵 这告诉我们 人的精神和活力其实是与天地相通的 命运和影响也是由人自己来决定的 天地与人其实并不遥远 闲事 白天闲暇 人烟稀少 听着几声鸟鸣 耳朵也跟着清静 夜晚寂静 天空高远 看着一片云彩缓缓展开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空气 世事就像一盘棋 不急于下子 反而显得高明 人生就像一个桃盆 打破了才能见到真正的空虚 龙和虎都可以被驯服 但那不是真正的龙和虎 同样的 爵位和财富可以吸引那些追求名利的人 但绝不能困住那些淡薄名利的人 权利和利益可能影响那些贪图宠利的人 但绝不能束缚那些超然物外的人 一生中追求的富贵 即使得到了也是一种失去 忙碌度过的时光 即使长寿也是一场空 豪华的车辆可能会嫌弃偏僻的地方 但鱼和鸟会更懂得亲近自然 高大的门可能会吸引司马 但鹰鸟和花朵会更懂得如何避宿 红烛烧到底 所有的想法自然会变得冷淡 黄粮一梦结束 整个身体也会像浮云一般 千年难得一见的是好书和好友 一生中最大的福气 就是能够安静地喝茶 看着炉中的烟雾 在茅屋下读书吟诗 每天都能与古人对话 这怎么算是贫穷 在户外饮酒 时时刻刻都在与自然界交流 这又怎能算是醉酒而非禅修 行来醉倒在花前 天地就是我的床和枕头 坐在石头上望我 古今都不过是一场游戏 高飞的老鹤即使饥饿 也不会像鸡那样基于密室 寒冷中的松鼠即使老了 也不会像桃花和梨花那样基于展示自己 当我们沉迷于花朵盛开的时光 享受音乐和熄来攘往的热闹场合 那是大自然的魔幻之境 也是人心的遨游 但我们应该在花谢草枯之后 寻求宁静淡泊之处 才能真正理解宇宙的奥秘 人生的本源 在静谜之中观察人与世 即使是一缕的功勋和仪器的结义 也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朵浮沫 在闲暇之时 玩味物欲轻 即使是牧师的枯稿和陆时的顽固 也都是我自己性格的真实反应 花开花落 春天不会在意 事情不如意 也不必向人抱怨 水的冷温 与自由感知 对于心灵神灰的事情 我们应该期待自己独自欣赏 闲看纸上的苍蝇 笑着想到 有些人自找麻烦 静观树上争吵的喜鹊 感叹有些人空有英勇 却无用 看破了这有限的身体 万事万物的尘埃 也就自然消失 雾透了这无穷的境界 心中的月亮 也就独自明亮 土制的床和石头做的枕头 家里的风格虽冷 但梦中却也清爽 吃着卖饭和豆羹 味道虽淡 但放下筷子后 嘴巴里还是香的 有人厌倦繁华 有人喜欢繁华 有人喜欢淡薄 有人厌倦淡薄 要消除对浓淡的偏见 消除对邪恶的情感 才能真正忘掉繁华 并乐于淡薄 鸟精心和花间泪 像指着内心的热情和感动 但要真正理解 冷静和明里的风月 需要深思熟虑 山写照和水传神 像指着自然的真实和灵性 只有当我们认识到 自己真实的本质时 才能摆脱虚幻的世界 富贵带来一生的宠爱和荣耀 但也增加了对物质的执着 就像背负了沉重的负担 贫贱带来一世的艰辛和苦难 但却能在死亡 十百脱对苦难的压迫 就像是放了沉重的枷锁 如果人们能真正理解这些道理 应该立刻是放对物质的贪婪 并解脱内心的痛苦和困背 人的一生就像仓库里的一厘米 像闪电般短暂 像悬崖上的朽木 像海洋中即将消失的巨浪 明白了这一点 怎能不感到悲伤 怎能不感到快乐 怎能对生命抱有贪婪的想法 怎能对生命感到羞耻 与鱼蚌相持 突鱼犬共毙 冷眼看着一切 让人的怒气全消 海鸥与鸭共毙 鹿与猪共勉 闲观这一切 让我心中的计谋全消 迷惑时 乐境变成苦海 就像水变成冰 雾透后 苦海变成乐境 就像冰变回水 可见 苦与乐其实是同一个境界 迷与雾也是同一个心态 一切都在一瞬间 当你完全了解人情 你会发现疏离和狂妄 其实很宝贵 当你尝遍了世间的滋味 你会明白蛋博才是真正的宝贵 地广天高 却让人觉得 旁城万里 还是太过狭小 云身松茂 才让人明白 鹤梦有多么悠闲 双手空空地握住骨筋 握住了也该放手 一根竹杖 挑着风和月 挑到了也该些些肩膀 门前落花飞来飞去 收拾起来 不过是写诗的素材 窗前的景色变幻不拘 雾透了就是禅宗的奥秘 看到天边的彩云 总让人怀疑 好事是否都是虚的 再看看山中的闲枝木头 才让人确信 闲人其实是有福的 东海的水波无常 事事何必过于执着 北芒山上没有闲地 人生就该放宽心情 天地都没有停歇 日月也有盈缺 何况是我们这些凡人 能事事完美 实施嫌疑呢 只要在忙碌中找到闲暇 遇到不足就知足 那么一切都在 我们的掌握之中 即使是造物主 也不能与我们 比较谁更劳累 或谁更不足 双天文鹤唳 血液听鸡鸣 这是感受到了 宇宙的清纯气息 晴空看鸟飞 活水观鱼系 这是理解了宇宙活跃的奥秘 闲暇时主茶厅茶水沸腾 从炉火中悟出阴阳的道理 漫不经心地走过棋盘 从手中的棋子 悟出生与死的奥秘 花园里的芳香和蜜蜂的盲目 让人看破了世间的种种 寂寞的茅屋里观察燕子的水滋 引发了一种冷峻和幽远的思考 会心的喜悦不在于距离遥远 得到的乐趣不在于多寡 就算只有一个小池塘和几块石头 也能展现出万里山川的气势 即使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也能看出古今圣贤的智慧 这才是真正高尚和达观的人 心和竹子一样空虚 是非对错到底该怎么定位 面貌和松树一样消瘦 问题是 幽喜如何能不影响我们的表情 虚晶热源虽然暖和 但过后更会感到寒冷 吃甘蔗虽然甜美 但过后就会觉得苦涩 不如修养自己在清秀之中 让自己不受严良之影响 让心安于淡薄 忘记甘苦 这样的自得会更多 坐在飞花落须的席子上 就像坐在林中的锦绣之中 用炉子烹煮白雪和清冰 就像熬煮天上的玲珑之夜 闲适的态度和情感 只需自我欣赏 何必外在修饰 清高的标准和傲固 不需要他人的怜悯 也无需多买胭脂来装点 天地间的景物 像是山中的翠绿 水面的涟漪 潭中的云影 草地的烟光 月下的花容 风中的柳泰 这些半真半幻 若有若无的景象 最能悦人心目 也最能开阔人的心灵 乐意相关琴对语 声像不断属叫花 这是一种无我无他的真实 野色更无山隔断 天光长雨水相连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真境 如果我们时常用这些景象 来丰富我们的心灵 何有心情不会活泼 气质不会宽广 鹤的叫声 雪月 双天 让人想到 虚远醒来时的激情 欧鸟的睡姿 春风 暖日 让人想到 陶渊明最后的风流 黄鸟情感丰富 常在梦中呼唤那些醉酒的客人 白云蓝散 总喜欢在偏僻的地方 吸引那些喜欢幽静的人 在简陋的房子里停留 虽然听觉和视觉受限 但心情却自在 与山中的老人交朋友 虽然礼节不多 但意念却总是真诚 满室的清风和明月 坐在其中 一切都显得如此天然 一条小溪和一座山 走在其中 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 妙不可言的道理 即便烹制龙和缝作为菜肴 吃完之后 跟吃粗茶淡饭 没有什么两样 活着时过着披荆配鱼的日子 成烟成灰尸雨 那些瓦砾 也没有什么两样 概论 扫地白云来 一旦开始 就会产生障碍 早迟明月入 只要心尽空灵 自然会生出明亮 造化就像个小孩 千万不要被他戏弄 天地更像一块大石头 需要我用炉锤去造 一想到白骨和黄犬 即使壮士也会心寒 坐在清溪和壁杖旁 即使世俗之人 也会心弦 夜间困倦了 不过是睡一张八尺长的床 每日三餐鸡了 也不过需要两生米注意 何必斤斤计较呢 就算你学富武车 才高八斗 如果无法领悟人生真谛 那也只是白忙一场 碌碌无畏一辈子 君子的心事 像天空那么蓝 像白天那么明亮 不应该让人不知道 君子的才华 像玉石和珍珠一样隐藏 不应该让人轻易看出 耳朵里经常听到逆耳的话 心里经常有不顺心的事 这才是尽得修行的模式 如果话语总是悦耳 事情总是顺心 那就是把这一生埋在毒药里了 即风露雨来 禽鸟都显得忧虑 风和日丽 草木都显得欣喜 可见天地不能一日无和气 人心也不能一日无喜乐 醇厚和甘甜不是真正的味道 真正的味道其实是淡的 神奇和出众不是真正的伟人 真正的伟人其实是平凡的 在深夜人静的时候 独自坐着观察自己的心 这时才会发现 虚妄终将消失 真实才会显露 每次在这里都会得到大的启示 一旦觉察到真实 虚妄就难以逃脱 这时又会感到非常惭愧 恩惠往往会带来祸害 所以在得意的时候 要早点回头 失败后有时反而成功 所以在不顺心的地方 不要轻易放手 那些吃离心的人 多半是冰清玉洁的 那些穿滑服吃美食的人 却愿意像奴仆一样卑微 因为智趣在于淡薄就会明亮 而过度的肥肝会丧失节制 活着时 要待人宽厚 心胸开阔 这样就不会有不平的叹息 死后的功德要留得长远 才能让人一直怀念 路窄的地方让一步 这样就能和人和平共处 味道太浓的话 减少三分 这样就能让人更加喜好 这是在世间最快乐的方法 做人没有太远大的事业 只要摆脱世俗 就能成为名人 学问没有太多的增益 只要减少贪欲 就能达到圣人的境地 宠利不要超过别人 德行不要落后于人 享受不要超过自己的份 修持不要少于应有的程度 处事让一步是高明之举 退一步就是进一步的基础 待人宽一分是福气 利人其实就是利己的根本 世间的功劳 不值得一个金字 天大的罪过 也不值得一个悔字 名声和美德不应独自相拥 分一些给别人 这样可以避免祸害并保全自己 不好的行为和名声 不应全推给别人 承担一些 这样可以养成好的品德 世事都要留有余地 这样造物者和鬼神 都不会嫉妒或伤害我 如果一味追求完美和充实 不是引发内部的变故 就是招来外界的忧虑 如果家庭有一个真正的善良者 日常生活中有一种真正的道德 人们能够真诚和蔼 表现出愉快的态度和和谐的言论 使父母兄弟之间的关系更加和睦 身心的紧张都会烟消云散 这胜过任何冥想和思考心灵的修行 批评别人的坏处不要太严厉 要考虑他们能承受的程度 教导别人要做好事 也不要设定太高的标准 要让他们能够跟随 粪虫虽然肮脏 但能变成蝉在秋风中引路 浮草虽然没有光彩 但由它化生的萤火虫却在夏夜里 闪耀出明亮的光芒 所以捷径常常是从污秽中来 明亮经常是从黑暗中生 高傲自大 主要因为心底不真诚 只有消除心中虚妄 才能使人心怀正气 情欲和意识 其实都是忘心造成的 忘心一旦消失 真心就会出现 吃饱后再想味道 那么浓淡都不再重要 色满后再想情愫 那么男女之间的观念 也就消失了 所以人应该用事后的回忆 来决物林事实的迷惑 这样性格就会稳定 行为也会正确 在高位上 也不应忘了山林的气质 在山林中 也应该记得宫廷的规矩 处师不必强求功名 没有过失就是功劳 与人相处 不必强求感恩 没有怨恨就是美德 忧心勤奋是美德 但过于苦闷则 无法让人心情愉快 但博高尚是优点 但过于枯燥 则无法帮助人们 遇到困境的人 应该回顾他的初衷 成功的人 应该观察他的未来走向 富贵的家庭应该宽厚 反而若是小气 那就是富贵而贫贱 聪明的人应该低调 反而若是炫耀 那就是聪明反背聪明物 人情变换 世事多变 不能前进时 应该知道如何退一步 能够前进时 应该努力让出三分 对待小人 严格不难 但难的是 不去厌恶他 对待君子 恭敬不难 但难的是真正有礼貌 宁愿保持简单 也不要过于聪明 这样可以保留一些正气 宁愿拒绝繁华 也要乐于淡薄 这样可以留下一个好名声 相服魔鬼 首先要相服自己的心 心一旦相服 所有的魔鬼都会退避 控制横暴 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气 气一旦平和 外界的横暴就不会侵犯 养弟子就像养女儿 最重要的是要严格管教 他们的行为和交友 一旦接近坏人 就像在清静的土地上 种下了不洁的种子 那么一生都难以生 尝出好的苗子 在追求欲望的路上 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 而轻易染指 一旦染指 就会陷得很深 在走正道的路上 不要因为一点困难 而稍微退步 一旦退步 就会与目标越来越远 心态浓厚的人 对自己和他人都会很厚道 无论在哪都是如此 心态淡薄的人 对自己和他人都会很淡漠 事实如此 因此 君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喜好 不应过于浓烈 也不应过于枯燥 他人富有 我则以人为重 他人有爵位 我则以义为重 君子因此 不会被君主或高官所牢笼 人的意志能胜过天命 君子也不会受到命运的塑造 礼身若不愿意 稍微低一点 就像在尘土中摇晃衣物 或在泥泞中洗脚 怎能超越 楚氏若不愿意 稍微退一步 就像飞蛾扑火 或杨处篱把 怎能安然 追求知识的人 应专心致志 集中在一个目标上 如果修行德性 确心存功名 则必达不到真正的境界 如果读书却只为了引勇风雅 则必定不会专心 每个人都有一颗大慈悲的心 无论是高尚的维摹 还是低贱的屠夫 都没有二心 每个地方都有一种真正的趣味 无论是金碧辉煌的宫殿 还是简陋的茅屋 都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心态封闭 错过了眼前的机会 就像直尺天涯 提升德行和修行 需要有像牧师那样的心态 一旦有了极度 就会走向贪欲 治理国家和救助世人 需要有像云和水那样的心态 一旦有了贪心 就会陷入危机 肝脏出问题 眼睛就看不见 肾脏出问题 耳朵就听不见 疾病往往起于不易察觉的地方 但最终会显露在 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 因此 君子若想避免明显的过错 就必须先避免隐藏的过错 福气就是少事 祸患就是多心 只有懂得省事的人 才能体会到少事的福气 只有心境平和的人 才能明白多心的祸患 在治理世界时 平和的时代应该是方正 混乱的时代则应该是圆容 而在不同的时代 则应该兼具方正和圆容 对待好人应该宽容 对待坏人则应严厉 对待一般人则应宽颜并存 施与别人恩惠 不要长记在心上 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 要自我反省 人对我有恩 不应忘记 但如果有愿 也不应过分计较 心地要干净 才能好好读书学习 否则 看到一个好行为 就会偷偷用来避议自己 听到一句好话 就会假借来掩饰自己的短处 就像是为贼匪提供武器 为强盗提供粮食 奢侈的人即使富有 也觉得不够 何不学习节俭的人 即使贫穷也感到足够 能干的人 劳累却常怨言 何不学习拙劣的人 悠闲却保持真诚 读书却不接触圣贤 就像是做着没有意义的工作 做官却不爱护子民 就像是穿着华服的盗贼 讲学却不实践 就像是空谈的产师 立业却不思考积累德行 就像是眼前的幻影 人心里有真正的文章 却被残缺不全的知识和观念封锁了 有真正的音乐 却被低俗的歌曲和舞蹈掩盖了 追求知识的人 应该清除外在的干扰 直接寻找本源 才能真正受用 在苦心的过程中 常能找到令人愉悦的趣味 而在得意的时候 往往会产生失忆的悲哀 从道德得来的富贵和名誉 就像山林中自然绽放的花朵 从努力和成就得来的繁荣 就像是盆栽中的花朵 有时会衰退或转移 如果是靠权力得来的 那根本就没有根基 随时都可能凋谢 坚守道德的人 或许会短暂地感到寂寞 而依附全世的人 将会永远感到凄凉 智者会超越物质 思考更长远的未来 宁愿接受短暂的寂寞 也不愿承受永恒的凄凉 春天来了 花朵展示美丽 鸟耳歌唱 如果你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还过着温饱的生活 却不想说好话 做好事 即使活了一百年 也就像从未出生过一样 追求知识的人 需要有一种勤奋的心态 但也需要有一种潇洒的趣味 如果只是一味地节制和清苦 就像是只有秋天的枯萎 而没有春天的生长 怎能培育万物 真正廉洁的人 绝不会刻意追求名声 那些标榜自己廉洁的人 实际上是在贪图虚荣 而具有真智慧的人 不会玩弄技巧 那些专注瞧鬼的人 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拙劣 心灵明亮 即使在黑暗的房间里也有蓝天 思想昏暗 即使在白天也会见到恶鬼 人们都知道 有名有位是快乐的 却不知道 无名无位的快乐 才是最真实的 人们都知道 饥寒是痛苦的 却不知道 不饥不寒的痛苦 才是更加严重的 做坏事 却害怕别人知道 这种恶行中 还有改善的可能 做好事 血迹于让人知道 这种善行 就植入了恶的根源 天命的运作是不可测的 有时压抑 有时释放 都是在玩弄英雄 颠覆豪杰 君子只需逆来顺受 拒暗四位 天命也就无法对他施展手腕 福气是不能强求的 养成愉快的心境 是招服的根本 祸患是不能避免的 去除杀鸡是远离祸患的方法 十句话中 有九句也许说得很正确 却未必会受到赞誉 但如果其中有一句说错了 可能会遭到众多批评 十次策划中 有九次或许会成功 但未必会获得功绩 但如果有一次失败 就可能招致指责和责难之声 因此君子宁可保持沉默 不愿轻率多言 宁愿显得愚拙 不愿自夸高人一等 天地的气候 暖和则生长 寒冷则杀害 因此性格冷淡的人 所得到的也会是冷淡的 只有心地温暖和谐的人 其福气会更厚 其恩泽也会更长 天理的道路非常宽广 稍微放宽心胸 就会感到宽敞明亮 人的欲望之路非常狭窄 一旦陷入 就会发现到处都是荆棘和泥宁 一个人在苦与乐的磨练中 若能炼至极致而成就福气 这福气才会长久 在一语性的相互考验中 若能考验至极致而成就智慧 这智慧才会真实 土地污秽的地方 常常生长更多的生物 水清澈的地方常常没有鱼 因此君子应该有包容和接纳的度量 不能一味追求自己的纯洁 随便驾驭的马最终也能驰骋 不规范的金属最终也会背注成性 只有一味的游手好闲 才会一生都没有进步 白沙曾说 为人多病为足修 一生无病是无忧 这是非常正确的观点 人只要一念之间贪求私利 就会让刚变柔 治变昏 恩变惨 结变污 毁了一生的人品 所以古人是不贪为宝 这样才能安然度过一生 耳目所见所闻是外在的贼 情欲和意识是内在的贼 只要主人能保持清醒 独自坐在中堂 这些贼就会变成家人 计划未完成的事业 不如保护已经成功的成就 对过去的错误感到懊悔 也要防范未来可能犯的错 气度要高远 但不能过于放荡 心思要细密 但不能过于琐碎 兴趣要淡薄 但不能过于偏激 行为要严谨 但不能过于激进 风吹过稀疏的竹林 风过后竹林不留声 大雁飞过寒冷的湖面 雁过后湖面不留影 因此君子在事情来临时 才展现心意 事情过去后 心境也随之清空 真正有德行的人 他们保持清廉 拥有哑量 秉持仁义之心 能够明断是非 洞察一切 却不过分苛求 坚守正直 而不做伪装 就像蜜贱 虽然经过蜜字炮制 却不会甜得逆人 海水虽然寒颜 却不会闲得令人反感 这样的德行 才是美好的品质 贫穷的家庭 会把地板扫得干干净净 贫穷的女子 会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虽然外貌不华丽 但气度自然优雅 使君子在穷困和孤独时 怎能轻易自暴自弃 在闲暇时 不放过每一刻 即使忙碌 也能找到价值 在静止时 不浪费时间 即使在动作中 也能找到意义 在暗地里 不做欺瞒的事 即使在明处 也能找到价值 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念头 正走向贪欲之路 就应该立即转向正确之路 一有觉悟 就应该立即转变 这是将祸转为福 起死回生的关键时刻 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天命对我不厚 我会以自己的德行来迎接他 如果天命使我身体劳累 我会以心灵的宁静来补偿 如果天命对我不顺 我会以自己的道路来通过他 天能对我做什么呢 真正的君子 不会刻意追求福气 天命就会在他不经意的时候 赐福给他 那些贪婪和危险的人 即使他们刻意避免祸患 天命也会在他们最不经意的时候 夺走他们的生命 可见 天命的运作是多么神奇 人的智慧又有什么用呢 那些晚年改邪归正的鸡女 一生的烟花浪荡都不会影响他们 那些白头到老缺失守的真妇 他们半生的倾苦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有句话说 看人只看后半截 这是真正的名言 那些愿意中值得行和失惠的平民 即使没有官职 也是无名的倾向 那些只知道贪图权力和讨好的官员 即使有爵位 也不过是有名的乞丐 谈到祖先的德责 我所享受的都是他们的累积 我应该想到 这一切是多么不易 谈到子孙的福祉 我所带来的也是他们的未来 我应该想到 这一切是多么容易崩塌 君子若伪装善良 与小人公然作恶无意 君子若改变自己的原则 不如小人真心改过 家人犯了错 不应该公开羞辱 也不应该轻易放弃他们 这重视情难以直接说明 可以用其他事情来间接提醒 如果今天他们不明白 等到将来再好好提醒他们 这就像春风解冻 喝起笑宾 才是家庭和邪的典范 如果心境总是满足 那么世界自然就没有缺陷 如果心境总是宽容 那么人际关系自然就没有险恶 那些淡泊的人 经常会被那些热衷于物欲的人怀疑 那些严谨的人 经常会被那些放纵的人忌惮 在这重情况下 君子固然不能轻易改变自己的行为 但也不应过于路锋芒 深处逆境 就像周身被针灸和药室治疗 血不自觉 深处顺境 就像面前满是兵器和战争 血不自知 那些生长在富贵环境中的人 他们的欲望向猛火 全是如烈焰 如果不带一些冷静的气质 这火焰不仅会烧伤他人 最终也会自焚 人心一旦真诚 就能飞越高山 穿越坚硬的石头 但如果是伪善之人 即使外调完整 内心已经死去 对人来说 这样的人是可增的 对自己来说 这样的人是可耻的 文章写到极致 没有其他的奇特 只是刚刚好 人的品格达到极致 没有其他的特意 只是自然而然 从虚幻的角度看 不论是功名还是富贵 甚至是自己的身体 都是暂时的 从真实的角度看 不论是父母还是兄弟 甚至是万物 都是自我的一部分 只有能看破这一切 认识到真实 才能承担天下的重任 也能摆脱事件的枷锁 那些让人口感爽快的食物 其实都是对内脏有害的药物 稍微控制一下就不会有害 那些让人心情愉快的事情 其实都是会败坏身体 和品德的诱因 稍微控制一下就不会后悔 不去责怪别人的小过失 不去揭露别人的隐私 不去记挂别人过去的错误 这三者不仅能培养自己的德行 也能远离活害 天地存在已经万年 而这具身体不会再来 人生短短百年 每一天都过得特别快 幸运能活在这段时间的人 不仅要懂得生活的乐趣 也要有对虚度年华的担忧 老年的疾病 都是年轻时招来的 衰老时的罪孽 都是年复力强势造成的 因此 君子在成功获得一时 更加谨慎 在公共事务上提供帮助 比私下给予恩惠更有价值 维护就有的友谊 比建立新的关系更重要 隐藏的善行 比明显的荣誉更有价值 谨守平凡的行为 比追求奇特的节操更重要 公平和正确的观点 不应被破坏 一旦破坏 就会留下永久的耻辱 不应踏入权力的阴暗角落 一旦踏入 就会污染一生 须意讨好别人 不如坚持自己的原则 让人敬畏 没有做好事而得到赞誉 不如没有做坏事而遭到批评 面对家庭成员的变故 应该冷静而不是激动 遇到朋友的失误 应该直言不回而不是敷言 在小事上不出错 在暗地里不做坏事 在生活的末端不懈怠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那些喜欢旌旗和新旗的人 最终缺乏远大的见识 那些坚持自己的原则 和独自行事的人 必须有持久的品德 当愤怒和冲动即将爆发时 明明知道这是错的 却还是去做了 知道是谁在做 又是谁在犯错 在这一刻能够立刻转变想法 那么邪恶就会被真正的君子所支付 不要过于轻信 以免被坏人欺骗 不要过于自负 以免被情绪所控制 不要因为自己的优点 而看不起别人的不足 不要因为自己的不足 而嫉妒别人的优点 面对人的缺点 应该用善意去弥补它 而不是公开揭露 这样只会用缺点攻击缺点 对于顽固的人 应该用善意去教导它 而不是用愤怒和嫉妒 这样只会让顽固加剧 遇到沉默寡言的人 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心意 遇到自恋自满的人 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言辞 当心绪昏沉时 要知道如何提醒自己 当心绪紧张时 要知道如何放松 否则 可能会从一种困扰 跳入另一种困扰 晴天霹雳 瞬间就能变成雷电交加 狂风暴雨 一下子就能变成明亮的月夜 气机从不停止 态虚从不阻碍 人的心应该也是这样 控制私欲的功夫 有的人说一时不够早 力量不够强 有的人说一时到了 但忍不住 实际上 一时是一颗能召见邪恶的明珠 力量是一把能斩断邪恶的智慧之剑 两者都不可或缺 处于困境和逆境 就像是一个恋恋英勇的熔炉和堆子 能够承受这种恋恋的人 身心会得到提升 不能承受的人 身心会受到损害 不应该存有伤害他人的心 但防范他人的心是必要的 这是对那些不够谨慎的人的警告 宁愿被人欺骗 也不要反过来欺骗人 这是对那些过于警觉的人的提醒 两者坚固 才能显示出精明和厚道 不要因为大家都有疑问 而忽略自己的独立见解 不要只听自己的意见 而忽视他人的言论 不要为了小利而伤害大局 不要借用公众的意见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对于善良的人 如果还不能立即亲近 就不应该过早地宣扬 以免招来谗言 对于恶劣的人 如果还不能立即远离 就不应该过早地采取行动 以免招来更大的祸患 在暗示和乌漏中培养出来的 就是青天白日的结义 在临身吕薄中操练出来的 就是悬肝转困的智谋 父慈子孝 胸有地公 即使做到了极致 也都是理所当然的 不应有任何感激之情 如果施恩者自以为有恩 受贿者心存感激 那就是事快行为 已经偏离了正道 富贵人家的言良变化 比贫穷人更剧烈 亲人之间的妒忌 甚至比陌生人更狠毒 在这重情况下 如果不用冷静的心态和平和的气氛去应对 很容易每天都会陷入烦恼和困扰之中 功果不应过于模糊 否则人们会产生懒惰和堕落的心态 恩仇也不应过于明确 否则人们会产生背叛和分裂的意图 恶行容易被人发现 其祸害相对较减 而隐藏的恶行 其祸害则更深 善行如果表面化 其功效相对较小 而隐藏的善行 其功效则更大 德行是才华的主人 而才华是德行的奴隶 有才无德就像家中没有主人 而仆人主事 这样的情况下 很容易出现混乱和失控 在铲除奸人和幸免之际 应该给他们留一条生路 如果让他们感到绝望 就像封住老鼠的洞一样 他们会咬破所有好东西 如果是君子贫穷到不能帮助他人 遇到迷惑的人 一句提醒的话也是无量的功德 遇到有困难的人 一句解救的话也是无量的功德 对自己来说 每一件事都可以成为钥匙 对他人来说 每一个念头都可能成为战争的武器 一个开放善行的途径 一个引发恶行的源头 两者相差甚远 事业和文章虽然可能随着时间消逝 但其中的精神和智慧 却可以流传千古不衰 而功名和财富虽然会随着岁月变化 但高尚的品德和道德操守 却能在千载意识之间流芳百事 群众的看法不应该影响我们坚守正道 设置余网 大雁就会陷入其中 螳螂贪心 黄雀就会乘积而入 机关算尽 最终会自食其果 智巧又有何用 如果一个人没有一点真诚的想法 他就会成为一个虚伪的人 一切都是假的 如果他在社会上没有一点灵活的机制 他就会像一个木头人 到处都会碰壁 有一个念头就可能触犯鬼神的禁忌 一句话就可能破坏天地的和谐 一个行为就可能酿成子孙的祸患 这些都是需要特别警戒的 有些事情急着去解决 反而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宽容一些 事情或许会自然明朗 不要因为急躁而加速自己的愤怒 有些人即使你急切地去劝说 也不会听 放宽心态 他们或许会自我改变 不要因为过于执着 而让他们变得更加顽固 结义高飞如青云 文章优雅似白学 然而若不以德性来淬炼 最终将编为一种 追求个人私利和技巧的怀才不遇 欲使人生有一个美好结局 应在是夜巅峰时 急早退隐 在宁静处活生活 才能真正修身养性 提升品德 需在威系之处下功夫 恩德应施于那些 无法回报你的人 德行是事业的基石 没有坚固的基础 建筑是不会持久的 心是修养的根本 没有深植的根 树木是不会茂盛的 道德是一件公众的事物 应该随着人们的需要而引导 学问就像家常的饭菜 应该随着事情的变化而保持警觉 心胸宽大的人 就像春风滋养一切 万物因此而生 心胸狭隘的人 就像严寒的冰雪 万物因此而死 勤奋的人在德意上更加敏感 但世人却利用勤奋来满足自己的贪婪 节俭的人对财力不感兴趣 但世人却用节俭来装饰自己的吝啬 君子的行为准则 反而成了小人隐私的工具 真是可惜 别人的过错应该原谅 但自己的过错不能原谅 自己的困苦和羞辱应该忍受 但别人的困苦和羞辱不能忍受 失恩应该由淡而浓 先浓后淡的话 人们会忘记你的安慧 威严应该由言而宽 先宽后言的话 人们会愿你过于严厉 使君子在权力的重要位置上 行为应该严明 心态应该平和 不要轻易接近那些不良的人 也不要过于激进而触怒危险的人 遇到欺诈的人 用真诚去感动他 遇到暴力的人 用和气去影响他 遇到邪恶和不正直的人 用你的名誉和气节去激励他 这样天下就没有不会被你影响的人了 一个慈祥的念头 足以在两个家庭肩地造和谐 一颗纯洁的心 足以让百代子孙传送你的美名 阴谋 怪异的习惯 不同寻常的能力 都是在世俗生活中引发麻烦的根源 只有平凡的品德和行为 才能化解混乱病带来和平 俗语说 登山奈险路 踏雪奈威桥 这个忍字意义重大 如果在面对险恶的人际关系和坎坷的人生道路时 没有这个人自来支撑 很容易就会跌入困境 炫耀自己的成就和文学才华 都是依赖外在事物来建立自我 其实只要内心纯净 即使没有任何成就和文学造诣 也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不违背自己的心意 不冒犯他人的感情 不过度消耗资源 这三者足以为天地立下良心 为人民确立生命 为子孙创造福祉 在官场有两句话 唯有公正才能带来明智 唯有廉洁才能带来威严 在家庭中也有两句话 唯有宽恕才能平和人心 唯有节俭才能足够使用 身处富贵之地 要懂得贫贱的痛苦 在年轻力壮的时候 要想到老年的心酸 处事不可过于清白 有时候需要容忍一些不解和污秽 与人相处也不可过于明确 有时候需要包容一些善恶和闲鱼 不要与小人结仇 小人自有他的敌人 不要对君子过分谄媚 君子本来就不会偏袒 磨练自己要像百炼金一样 急功尽力的人不适合深思熟虑和实行 就像千军之母 轻易发射是不会有大成就的 成功建立事业的人 多是虚心圆融之士 失败和错过机会的人 必定是固执己见之人 节俭是一种美德 但过度就变成了千力和小技 这反而会伤害到高尚的品位 让步是一种高尚的行为 但过度就变成了过分恭敬和做作 这往往暗藏着积心 不要因为事情不如意而过度担忧 也不要因为心情愉快而过度高兴 不要依赖长久的安稳 也不要因为初次的困难而感到畏惧 如果一个家庭经常参与饮宴和娱乐 那不是一个好家庭 如果一个人过于追求名声和地位 那不是一个好的公仆 仁慈的人心胸宽大 所以福气深厚 寿命长久 一切事情都会呈现出一种宽舒的气氛 相反 心胸狭窄的人 福气浅薄 寿命短暂 处处都充斥着狭窄的氛围 用人识不应过于严厉 否则愿意效力的人会离开 交朋友也不应过于随便 否则会吸引来奉承拍马的人 对于有权势的人不可不敬畏 敬畏他们则不会有放纵的心态 对于普通百姓也不可不敬畏 敬畏他们则不会有霸道的名声 当事情稍有不顺 就想到比自己更不如意的人 这样怨气自然会消失 当心情稍感懈怠 就想到比自己更出色的人 这样精神自然会振奋 不应该因为高兴而轻易做出承诺 也不应该因为喝醉而说出真心话 不应该因为心情好而多管闲事 也不应该因为疲倦而做事不利 钓鱼看似是一种休闲活动 但实际上掌握着生死大权 下棋看似是一种清闲的娱乐 但实际上也会激起战争的心态 因此过于追求娱乐不如保持简单 多才多艺不如保持真诚 听到夜晚的钟声能唤醒梦中的梦想 看到清澈湖面的月光 能窥见自己身外的真我 鸟的叫声和虫的鸣声 都是一种心灵的传递 花的美丽和草的颜色 都是一种道理的展示 追求知识的人应该要有清晰的洞察力 和宽广的心胸 这样在接触任何事物时都能有所领悟 人们懂得阅读有字的书籍 却不懂得阅读无字的书籍 懂得弹奏有弦的琴 却不懂得弹奏无弦的琴 如果只追求形式而忽略了内在的精神 怎能体会到音乐和书籍的真正韵味 山和大地在宇宙中不过是微尘 何况是尘埃中的尘埃 我们的身体终将化为虚无 何况是虚无之外的影子 只有顶级的智者才能有彻底明了的心 在电光石火般短暂的人生中 争夺时间的长短又有多少意义呢 在蜗牛处搅拌狭小的空间里 你争我多 又有多少机会拓展自己的世界呢 有了成功和富贵的机会 不必局限于狭小的空间 没有了物质的迷恋 却能自得其乐沉浸在诗歌之中 既不羡慕他人的繁华 也不自夸自己的清醒 这就是身心都自在的状态 盲目或闲暇都取决于疑念之间 心胸的宽窄也只在于一寸心地 因此心境宽阔的人一天就像千古 心胸开放的人 狭小的空间也会变得宽敞 所有事情都在眼前 知足的人处于仙境 不知足的人则在凡间 一切都源于世俗的因素 善于运用则有生机 不善于运用则有致命的危险 追求权力和地位的祸患 不仅严重而且迅速 而过着平静和安逸的生活 味道虽淡却能持久 当色欲如火如荼时 一想到生病 就会像寒灰一样熄灭 当名利友人时 一想到死亡 就会像嚼辣一样无味 因此 常忧虑死亡和疾病 也能消除幻想 增强道心 争先恐后的路径很窄 退后一步就会感到宽敞 浓烈的味道持续时间短 稍微清淡一些就会更持久 在隐居的森林中没有融入 在道义的路上没有冷暖 当你进步时 也要想到可能会退步 以免陷入困境 做实时不仅要考虑开始 也要考虑结束 这样才能避免陷入困境 贪婪的人即使得到金子 也会嫌弃不适欲食 即使高官厚禄 他们永远不会满足 知足的人即使吃梨羹 也会觉得比丰盛的食物 还要美味 即使穿不袍 也会觉得比贵重的衣物还要舒适 他们不会羡慕王后将相 追求名声 不如避免名声更为自在 忙于各种事物 何如省事而过闲暇的日子 就像孤云出秀 来去自由 不受任何束缚 明镜玄于虚空 无论镜或躁 都与它无关 山林园是个清幽之地 一旦恋恋不舍 就变成了繁忙的时机 书画本是雅趣 一旦贪恋 就变成了商业交易 只要心无挂碍 即使在俗世 也能如仙境 一旦心有牵挂 即使在乐图 也会变成悲递 在喧嚣的时候 平日记忆的事情 都会忘得一干二净 在宁静的环境下 过去遗忘的事情 又会突然浮现 可见一点静躁之分 就能让人的心境 截然不同 躺在芦苇被中 宛如躺在洁白的雪片之间 沉睡在飘渺的云雾中 有助于保留身上 珍贵的精气 品味着竹叶香茶 引用诗诗词 能够远离凡消的尘世 出世的道路就在涉世之中 不必为了避世而断绝人际 了悟的境界就在用心之内 不必为了达到心灵的瓶颈 而断绝所有欲望 我的身体总是放在闲适的地方 荣辱得失 谁能指使我 我的心境总是安置在宁静之中 是非厉害 谁能欺瞒我 我不追求荣誉 何须担心名利的诱惑 我不急于进取 何须担心仕途的风险 财富越多 担忧越多 因此知道贫穷比富有更无忧 地位越高 风险越大 因此知道 平凡比高贵更安稳 世上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嗜好和烦恼 只因过于认真的看待我这个字 古人说 不负之有我 安之物未贵 又说 知身不是我 烦恼更和亲 这些都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话 人情事态千遍万化 不宜过于认真 古人说 昔日所云我 今朝却时依 不知今日我 又数后来谁 常有这样的观念 就能是放心中的纠缠 有一种快乐 就会有一种不快乐作为对比 有一种好景象 就会有一种不好的影响 只有平凡的日常生活 和普通的地位 才是真正的安乐我 如果明白 事情往往伴随着成功与失败 或许对成功的渴望 就不会那么坚定 如果知晓生命必定有终结 也许对于保持身体健康 就无需过于焦虑劳心了 看着稀进的荒草丛生 孩子赋予渐韧的锐利 深处北盲的糊涂之间 仍然珍惜黄金 古语有云 猛兽容易驯服 人心难以相抚 稀赫容易填平 人心难以满足 确实如此 心中若无风浪 到哪里都是青山绿树 性情中若有话语之力 触及之处 都是生机勃勃 狐狸在破败的石阶上睡觉 兔子在荒废的台阶上奔跑 这些都曾是歌舞升平的地方 如今 寂静的夜路湿润了黄花 迷蒙的烟雾 笼罩着凋零的草地 这都是昔日征战的场所 盛衰无常 强若难以预料 想到这些 让人不禁心情沉痛 不论宠辱 景观亭前花开花落 不论去留 随意看天边云眷云书 晴空明月 何处不可飞翔 然而 飞蛾却只向夜竹扑去 青泉绿竹 何物不可饮食 然而 猫头鹰却偏好服输 哎 世上能避免成为飞蛾和猫头鹰的人 又有多少 权贵和英雄 若用冷眼看待 不过是苍蝇聚集在恶臭之上 蚂蚁争食血迹 是非和得失 若用冷静对待 就像炼金一般 像热水溶血一般 真正的空并不是空 执着于形象并非真实 破坏形象也非真实 问世尊如何处理 在世间或出世间 追求欲望都是苦 断绝欲望也是苦 听我说 各位还是好好修行吧 烈士能让出虔诚的地位 贪婪之人 却为一文钱而争 人的品格 有如天与地的差距 但对名合力的追求 却相同 天子经营国家 乞丐只求一顿饭 地位有如天与地的差距 但焦虑却无异 性情清澈 无论饥或可 都是为了身心的康健 心地迷惑 即使演说或贪产 都是在消耗自己的净力 人心有其真实的境界 不需私足之乐 就能自在 不需烟茶之香 就能清心 只要心静纯静 望却心体 就能在其中自由游走 在天地万物 人际万情 世界万事之中 用俗眼看 一切都各自不同 用到的眼光看 一切都是常态 何必去区分 何必去选择 缠附或自由 都在自己的心中 心若悟了 即使在屠宰场或糟糠之中 也能成为净土 反之 即使有琴有贺 有花有竹 事好虽轻 心中的魔掌仍然存在 古语有云 能修陈静为真静 为了僧家是俗家 若以自我去转化万物 得失不会让人喜悦或忧虑 整个大地都是自在的 若被物质所驱使 逆境会生出憎恨 顺境也会生出爱 一点点就会让人缠附 试着想象 在未出生之前是什么模样 以及在死后会是什么景象 这样一来 万般思绪都会冷却 本性会变得寂静 自然能超越物质世界 美女图粉 调色 美丑都在笔尖之间 但当歌声结束 场合散去 美丑又在哪里 下棋的人争先恐后 胜负都在一手之间 但当局面结束 棋子收起 胜负又在哪里 当把握还未确定 应该远离尘销 让心不受外界影响 以澄清自己的静态 当把握已经坚固 则应混迹于世 让心即使面对诱惑 也不会困扰 以培养自己的圆容 喜欢寂静 厌恶喧嚣的人 常常避开人群 寻求宁静 但不知道 如果心中只想着无人 就会产生我的观念 心就会局限在寂静中 这其实是一种动摇 如何达到人我一空 动静两望的境界呢 人生的祸福 都是由自己的思想造成的 所以佛说 贪欲如火 即是火坑 沉迷于爱 就是苦海 一念之间清静 烈火变成池塘 一念之间觉醒 就能度过彼岸 思想稍有不同 境界就会立刻改变 学到的人必须努力 得到的人 则顺其自然 只有了解自己 才能对待万物 只有还原世界 才能超越世界 人生本就是一个傀儡系 只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一切都能自由自在 不守他人摆布 就能超越这一切 魏蜀常流饭 莲额不点灯 古人这样的一点想法 其实就是生命的奥秘 这些都只是形骸而已 世间有冷暖 我却无怨无喜 世间有浓淡 我却无碍无厌 一点也不落入世俗的苛咎 这就是在世界中 超越世界的法则